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中日间全面战争从此爆发 接着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14万直扑山西 9月25日第18集团军115师在平行关重创来犯日军 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 约5万余人进攻山西新口 中国守军以王靖国将军为中央兵团 刘茂恩将军为右翼兵团 李莫安将军为左翼兵团 在第十八集团军 刘伯成将军之129师 林彪将军之115师 贺龙将军之120师的密切配合下 与日军展开激战 造成华北抗日战场上最有力的战国 与此同时 日军华中方面军动用陆海空军二十余万人 大举进攻护宁航长江三角洲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12月1日日军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合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军屠杀我国无辜平民三十余万人 制造了汉林听闻的南京惨案 南京失陷以后 日军又将其重兵调集在金浦路南段 企图与北线日军遥相呼应 一举打通金浦县 进而攻占徐州 使南北日军连城一气 窥视中原 1938年3月下旬 日军对我发起新的进攻 煞世间风云突变 大战在即 114月计算是 相约向 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将官 济南执行新户了 董事长 进去 立正 敬礼 队长 敬礼 大功 请吧 国主义的铁蹄 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意践踏 我们的人民在流血 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拼搏 我们不能做王国奴 大脑的本帝国主义 我们是为抗日募监的 谢谢您了 应该的 你们说的好 先生 我们是为抗日募监的 谢谢您了 应该的 应该的 你们说的好 先生 我们是为抗日募监的 好的 真了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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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先生 请您留个名 谢谢您了 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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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仁将军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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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诸位光临 请大家入座 你好 李宗仁 你好 你好 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抗日事业 好 你好 李长官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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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李长官 就完活动开展的如何 很好 李将军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军队专誉真谛的说法 已经成了失败的同一词 请问李将军 这次来徐州 是不是也要指挥您的部队专誉 我想提醒新闻界朋友们注意 太原会战 我军曾经转移阵地 但十八集团军 却在平行关取得重大胜利 苏富会战 我军也曾转移阵地 可日军为此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 这次宗人奉命来徐 是要粉碎日军南北夹击 何为徐州的战略企图 李长官 您对这次金普路进行防御战的前景 有何看法呢 我们在金普路上进行防御战 就是要将日军拖住 使武汉和大后方 获得充分的时间 坚持长期抗战 本月二日 日军在金普向南段 占领了邦武 定远 怀远和林淮关等地 日军在金普路北段逼近山东 韩副举之第三集团军 以三个士兵力开服前线 与日军展开激战 双方都有重大伤亡 韩副的二十二师 在防守小清河战役中 又有两个团壮烈勋国 我战区北面防御 处在紧要关头 看态势 日军准备分兵几路 迂回进攻徐州 我正严阵以待 只要我们吸取抗战初期的经验教训 我们完全有把握战胜敌人 粉碎他们的进攻 根据日本方面宣称 如果日本军队在金普路上 受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的话 他们将把徐州变成第二个南京 李将军您对此有何看法 以我之见 今日徐州 绝非昨日南京 李长官 能问你一个关于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据说 每当您品尝郭德杰女士 从广西带给您的乳泉西山茶的时候 您总是感叹的说 知我者莫过夫人 此事准确吗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吗 我想夫人千里迢迢送来家乡茶叶 无非是在激励宗人 要像保卫家乡那样保卫虚州 胡老先生到 胡老先生 胡老先生 您也来了 李将军 您刚来徐州便驶马接头 真可谓乘马过街市 信不定人心 哪里哪里 保卫金普路 还要靠各界人士和诸位父老的齐心协力 请 是 慢走 请 诸位 今天宗人 特地用我们广西有名的乳泉西山茶招待 以茶代酒 略表寸心 请 委员长 潘文博军团长求见 请他进来 是 是 请 来 回院长 恩博奉命赴金谱作战 特来恭候面遇 好 好 辛苦了 恩博 你写的首本我都看过了 你不愿意到武战去作战 有什么难处 委员长 恩伯为难 绝不是杞人忧天 从松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接连几次大仗 你一手栽培的部队 如今还剩下几个像样的 这次赴金谱作战 万一李宗人指挥不力 把我们也拼光了 您将来拿什么维持战争局面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 如果李宗人给你为难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我吗 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徐州 感谢委员长关怀 还有 对于济南你要格外的小心 韩服局拥兵自重 素来不负中央 这种人 我早晚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的 这样吧 我马上下命令 把原先拨给韩服局的重炮驴 调给你指挥 是 报告 报告总司令 我军正面进攻得手 孙军长请叫派部队包抄日军后路 我抄日本人的后路 我抄日本人的后路 老蒋抄我的后路 整整一个炮兵旅 一炮没放 全他家都给调走 我不是傻瓜 我拿脑袋去撞日本人 去 告诉孙冬香军长 全都给我撤回来 一兵一族也不留 是 今天这个事 诸位都看到了吧 不是我韩母不抗日 实在是老蒋不仁不义 欺人太甚 今后谁敢说我韩母不抗日 我就毙了他 快趁热吃吧 报告 进来 日军击鼓师船的主力 从青城济阳之间渡过黄河逼进济南 马上给韩总司令发电报 命令他在周村县固守带员 韩总司令的部队现在已经撤到济南 什么时间 韩总司令刚来电报 他说炮兵驴给调走了 难以估手 荒唐 德公息怒 叶某 从今天起 没有我的命令 五战区的一兵一卒 不容许任何人随便调动 德公 委员长的脾气 你不要管他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先生 有什么事 是他 委员长 南洋花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援助徐州方面的物资运到了 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交接仪式的时候听到不少人在议论说九国公约组织出卖了我们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他们懂得什么 战争是需要拼实力的 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物资储备只能够达半年的 所以对付日本人能够用政策解决问题的就绝不能采取战略 现在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谴责日本人 可见我们在政治上的胜利那是不可低估地 委员长 还有 这是阎西山的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 是阎长官指责川军军纪废迟不停调遣 非要把他们赶出二战区不可 这些烂部队和土匪一个样 为了这件事 我也同一战区城前长官商量过 他也一口拒绝收留川军 既然大家都不要他们 让他们回四川 称王城罢好了 这样吧 我再问问五战区李长官 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可以 你给德龄打个电话 建胜 我看世界上没有无用之兵 只有无为之将 当年诸葛亮扎草人做宜兵 川军总比草人强吧 可以 请你马上把他们调来好了 叶某啊 你对张子忠的看法如何 您的意思是 目前我们在金普路父辈受敌 两面作战 从军事上讲 没有一个可靠的预备队 那是很危险的 如果我们能救张子忠水火之中 他肯定会拼死相报 这样我们手中不就有一支可靠的胜利军了吗 可眼下他的处境 这我在南京时就听到不少人替他抱不平 说他就任北平市长是奉了宋哲元的命令 如果不是他出面与日本人周旋 二十九军十几万人马 怎么会安全撤走 他不过是带人受过罢了 可五元长不点头 谁敢用他 刚才先生 有话你尽管讲 我反母最喜欢之来之去 官出席は率直な言い方が好きですから 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らどうぞ よし それなら 私も端的に伝えよう 新付箋を通じさせようとして 我軍部は 韩将軍の軍隊に 直ちに撤退行业を提起することを要求し また災難を解いてくれ そうしないと大日本の公共は絶対に許さない 否则大日本皇军绝不留情 你不留情 我反母也不是脑中 日本側は許さなければ こちらも弱いもの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ら 告诉你 山東自南 我是不过让出来的 山東と災難は絶対に遂げません 自分で読みなさい 最後通牒 山東省主席韩副曲 目前 打通金浦縣的战役 已到了最後關頭 激古師团長 不能容忍韩将軍再三拖延 遺物战機 この日頓は 24時間の期限で 三東省の独立を復興して 三軍軍を撤退し 並協助大日本皇軍の軍事行動 否則 我的部队 将对济南采取军事行动 严惩不怠 万望三思 第七速决 大日本皇军 华北派遣军 第十师团 师团长 一股连接 宋柯 随意 如今这个世道 我他娘都看透了 没有枪 什么有啊 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 咱们还不如一群要犯花子 向日本人投降种不种 不种 那是数目存光 要打要详 都探想的死路一条 眼下我看只有一条路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韩复举为了保存实力 擅自放弃了金浦路北县重镇济南 致使金浦路正面大门洞开 北县日军主力击鼓连接第十师团 北县城须南下长区直入 太安 衍州 济宁 大温口 相继陷落 这席's hitting 德工 胡元长来电话 请您到开封去参加军事会议 还特别关照 让韩服局一同前往 又是一处洪门宴 我看韩服局凶多吉少 不过委员长既恨韩服局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前年西安事变时 他就发个马电 支持詹学良杨虎城推波助澜 按照委员长的脾气 想这样的逃跑将军 不制裁几个 不足以振奋军心 喂 哦 是韩总司令 我是徐祖仪 哦 李长官 喂 我是德林 你看这次军事会议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的 是这样的 济南和泰安刚刚失手 委员长对我一肚子的气 我这个时候去恐怕是 向方兄 只要你当面向委员长认个罪 你会不会生气吗 我想委员长就不会再生气了吧 哦 好好 1938年1月1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第一第五两战区高级将领 在河南开封举行军事会议 在河南开封举行军事会议 令 敬礼 是 委员长 辛苦了 哦 德林兄 哦 健身 哈哈哈哈 这次金浦会战有把握吗 只要委员长答应我两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五战区很可能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 只要对抗战有利 就是二十条要求我也是可以答应的嘛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委员长 那就恕我直言了 说嘛 不必客气 讲嘛 在军仆路作战期间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 请直接吩咐宗人 哎 千万不要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得临我是信得过的嘛 信得过的嘛 是啊 第二 我以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 请委员长放张子忠回去 率部参战 五十九军 是进城一手训练的 统帅多年 如果真的把他逼上绝路 那可就要一物党国了 何况国家正是用人之事 先生 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办 得临 你的话过分了 据我所知 委员长一向关心进城 帮他回去率部参战 有什么不行的呢 建生说的对嘛 建生说的对嘛 其实这个事情 冯玉祥和宋哲元都已经给我讲过的嘛 哦 既然得临也是这个意思 要是 那就马上下个命令 让进城即刻回部队 以军政部中将部副的名义 兼五十九军军长 你看怎么样 好 委员长放心 这是教我具体承办好了 好的 好 请 李长官 向号 七八五六三 七八五六三 韩正司令 下号 七七五六七四 七七五六七四 好久没见 是 委员长到 好 坐下 好 向胖 你进来发福了 是不是山东的鱼虾把你养胖了 委员长好 为座好 为座好 好久没见面了 有的还没有见过面 所以在开会之前我要点点名 请 程浅 有 李宗仁 有 蔡中喜 有 孙连仲 有 有 唐恩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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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 有谁带来这本小册子 不兵 不兵操典 谁带来了 我不兵操兵 不兵操兵 哪 是不够规范行动 而我们呢 从抗战以来 我们是一败再败 就是因为军纪不整 各自为政 委员长说的对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是打个败仗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有的人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 济南失守 教训惨重 我要整顿军纪 对于前线抗日将士 出力的要论功行赏 临阵脱逃者 我要严厉的处分 抗日 是对每一个将领 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 威抗中央命令 放弃山东黄河天险 丢失许多大城市 使日本顺利的进入了山东 影响极大 罪恶极大 我问你 韩总司令 你一枪不发 从山东黄河南岸一再向后撤退 放弃战略要地济南泰安 使整个武战区后方动摇 这个责任应该谁负 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 那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 我问的是山东 而不是南京 南京丢失 最为人负责 韩总司令 请您跟我走 您的车停在下面 这不是我的车 不是 老子 你们干什么 请请 请有此理 1938年1月24日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副举在武昌被执行枪决 1938年1月12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渤海的劳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 占领青岛后 日本版原第五师团为侧应 击鼓第十师团沿交几线西进至维线转南 巡举县诸城 禁破鲁南军事重镇林乙 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 从而拉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长官 老伯 莴 爷爷 拿这个东西 让鬼都走死了 人家我的妈呀 这人都不哭 这真的 你们哭什么 你们快支付 谢谢 这是原本鬼 别哭了 事到如今了 还有什么说的 反正不就这个死吗 反正小鬼子拼了 孩子 爷爷 可是没有你这个身子骨了 你看 这个 他能够辟邪 你上阵的时候你戴上他 孩子 你戴上 踩到怀里 爷爷 你放心 对 神仙会保佑你们的 我老了 不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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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连累你们 不忠祐 不忠祐 这是日北回头逼的你 日北黑子的花花糕的 有种的 跟我来 抄家伙 不忠祐 跟焦给他拼了 江青们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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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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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 旁军团长在林仪苦战了二十多天 伤亡惨重 恐怕难以支撑 张针长到 报告 李长官 徐财部长 张子忠奉命赶到 敬臣 一路辛苦了 请 来 来 坐 坐 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还好 还好 徐财部长 马上通知军需部 给五十九军补足吉仰 准备开服淮北前线布防 李长官 林仪的战况危在旦夕 林仪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德公 能否考虑有进尘 徐财部长 关于增援旁军团 我另有安排 可救兵如救火 我计划 较料雷二十一兵团增援林仪 李长官 如果信得过我张子忠 增援林仪 可否由我五十九军来担任 靳臣 你 靳臣 如果你能去 太好了 说实在的 我是怕强人所难 因为我知道你和老庞之间有点 话说起来长了 好 来坐 坐下说 那年庞明勋同事操戈 他收了伪作的袁大头 竟然出卖栽培扶助他的冯老总 那天晚上他派部队 把我的司令部围的水泄不通 混战中我付了重伤 要不是警卫营长带着卫队 拼死把我抢出来 我早就一鸣无呼了 现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 一切私扯救援就不提他了 提起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 那实在荒唐 你我这辈军人在内战的漩涡里搅了二十多年 败随不足齿 但是就是那些依仗权势 击诈靠吞并别人发了横财的 又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 老弟不计前嫌 以中华民族存亡大计为重 这种豁大的气度 德林十分佩服 请李展官放心 不灭日寇 自当拼死僵差 德功之欲之恩 自终永志难忘 好 好 我现在派徐参谋长与你同去林仪 协同作战 是 军长有令 加快行军服务 加快行军服务 坚持马 参谋长枪 参谋长枪 加快速达 �dle 加快奋长枪 龙击 如果我们有心气 那么你一定是请我到林仪城观光的吧 申请 报告师团长 我军进攻临营 再次受挫 反本军 据我所知 支那军队在作战上有个很大弱点 这就是突破一点 全线崩溃 如果你能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集中主力砸开一个缺口 那么用不了四十八小时 你就会在临沿城里得到一枚勋章 是 市团长阁下 据情报提供 即将在临沿战场上和我们较量的支那军队将领 是张子忠 是张子忠 不得了 没修的 议员民将 真正的对手 军团长 军团指挥所的位置 应该在运河以南的附家庄吗 是的 可我庞炳军要是临危后退 恐怕影响了前方的士气 参谋长 不得了 张子忠的五十九军 战况如何 上官不清啊 不过 请你放心 他表示 一定和你同心协力打好这仗 可是 像你这么个打法 彭将军 明仪能守得住吗 徐参谋长 不瞒您说 等等 我庞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我的三军团几乎伤亡殆尽 现在连我的警卫营都增援到第一线了 徐参座 你快让进尘的主力部队来接替我吧 张子忠主张 以攻戴守 强度以水 腹地背后 以攻戴守 那我没这 我看 这样既可以解灵仪之危 又可以包抄敌后 歼灭敌人 有把握吗 可这 时间紧迫 庞军团长 你必须不惜一些代价 固守灵异 张子忠的五十九军 务必在是四日凌晨 强度易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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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十三 你们在什么位置 通知异团 对 固守查验山阵地 阻击河东之地 不惜后退一步 180师 情况如何 180师 破河以后 敌人发生了村落巷战 双方伤亡很大 在这 一功戴手 完了 全完了 军团长 现在调张子忠的部队回来增援 还来得及 怕张子忠伤亡过半 自身难保 让他来给咱们解围 别忘了 他跟我还有一枪之仇呢 打4000余人 180师伤亡打3000人以上 全军营长以上有一半因伤亡被更换 连长死亡打800人之多 几乎换了一遍 截至今日 我军仍然顽强固守阵地 日军板原石团受到重创 巨查 被我军击毙的敌人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张军长 我已经将这里的帐範 向里长官做了禀告 建议五十九军撤出战场 真不再战 徐参谋长 我五十九军撤出战场 谁来解决 难道不增援灵仪了 正是为了增援灵仪 你必须先撤出战场 徐参谋长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 张军长 李长官已经核准了我的报告 徐参座 我军伤亡势大 可日军的伤亡更为惨重吗 我五十九军在苦撑 百元师团不也在苦撑吗 战争的胜负 往往取决于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 燕毛兄 请你无论如何带我禀报李长官 批准我再打一天一夜 就是苦撑最后五分钟 我也是将把炎击溃 那好 我命令 军部 刘元帝归副军长指挥 我率领手枪营到一百八十十第一线 通信营保证陷入畅通 黄卫刚市长 带领预备队和棱作战人员 到刘家湖参战 并做好夜战准备 刘震山市长 齐光远旅长 必须亲临第一线主战 七百一十五团即刻向苗庄发起攻击 张宗恒旅长率领全旅 在刘家湖和苗庄之间侧应两次作战 军部野山炮营到三十八十第一线 重排击炮营到一百八十十第一线 各使所有轻重火炮均到第一线 黄奔钱 用所有的炮弹向日军阵地轰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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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战司在涟漪 你趁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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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今后我的妻儿老乡都托给你了 军团长 报告军团长 五十九军强渡溢水河获得成功 日军板原石团全线亏退了 张子宗将军的部队在敌人背后发起总攻后 日军已向林寅以北的汤头镇撤退 你看不错 你看 庞大哥 庞大哥 金城老弟 这是成都各界民众送给我们的旗子鼓励我们抗日的 我们千里迢迢出来是抗日的 可是一二两个战区都不要我们 当时真是有天下之大 无处容身之感 李长官要我们到武战区来就已经是恩高德后了 还给我们补充这么多军械装备 王市长 我不要你们感恩戴德 只希望你们这次防守藤县能杀敌报国 为咱们中国军人添光彩 为你们四川军人争光 请李长官放心 我们一百二十二十愿与腾县共存亡 已属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 报告 板元士团与林寅受挫 为避免孤军冒进 板元将军建议我师团暂缓进攻 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 总是担心别人会取得成功 对于板元阁下这种军人特有的嫉妒心 我可以理解 师团长 板元军的提醒也许是有道理的 我倒是要提醒诸位中 首先进入徐州城 很可能正是我的第十师团 是 我的责命令 穿我的命令 对唐县 加强攻击 是 1938年3月16日 日军击鼓连届第十师团 不带东南两路日军的配合 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 都军南进直扑藤县 川军一百二十二师 在王明璋师长的督寨下 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 是 德公 汤厄伯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关桥 马上便令汤县伯火速率部北上增援藤县 是 是 令关林征独率全军 加快行军速度 那我们呢 令王仲年派出一部由滕县东北攻击前进 刚才接到电报 日军兵分两路向临城请进 与关林征不遭遇 我军伤亡很大 军船长 眼下重现的川军一百二十二师已危在旦夕了 我何尝不急 松户会战就是因为我们逐次使用兵力 把一个诗一个诗的部队白白的填进去 结果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是我们的难处别人未必能够理解 不谈这些了 准备增援 可是万一我们增援受阻 就怕时间也来不及 尽力吧 现在只能尽力而为了 为了您禁止 尽力而言吗 尽力而言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报告师长 城南城东城北三面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照他们让那的情况怎么样 赵卫兵参谋长和七百四十团团长王林死战不退 义和镇地上的官兵们一起壮烈殉国了 国防援军现在什么地方 联系不上 没有一点消息 既然如此 你马上替我发个电话 是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民国二十七年 三月十七日下午 下午三十 这块怀表 跟随我多年了 嗯 留给你做个纪念 是 食尝 杂 银 帮 通 你怎么回事 市长 手榴弹 市长 我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虏 你帮帮我的忙吧 优优独播剧场 就会儿端 隠役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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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活的 慢着 好 好,好,好,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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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沉痛的悼念王宁章市长 为此不知各位作何感想 我准备在王室长的家乡修建一座大大的墓 让所有的军人和全国老百姓永远的记住他 院长 空袭是不是避避 慌什么 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室长为榜样 兵为不惊 誓死如归 此次金浦会战遇到了最后的关头 各位要以王室长杀身成人的军人气概为开幕 确保台儿庄和徐州 否则 医务战机 失掉阵地 那么 无论他是战区司令长官或是军长师长旅长 我都要严厉的触碰 进 对 对 先生 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 你知道吗 知道 好 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 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那是当然 德公 这运河乃是徐州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如果万一失守 大局不堪设想 你对原定作战计划有把握吗 这次滕县失守 战局对我十分不利 右敌深入 背水一战 这 就是我的决心 可眼下难就难在我军三面受敌 不能将部队主力 记住于要害方向 这个嘛 我劝德公 尽可不必忧虑 此次来徐州前 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 共上金普路作战方队 哦 周将军提出了 固守要点 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阵 嗯 周将军还告诉我 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义支队 协同礼品仙 廖雷两个集团军作战 运动于金普路两侧 威胁日军后方 所以我估计南线日军不解除后顾之忧 绝不敢贸然渡河北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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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我了 来 六六顺 来 救手 我来 去去 来 来 来 去 去 去去 去去 健身 健身 俗话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你我也来算一挂 看看这次鲁南会战的吉凶如何 我愿得功 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好 借你的吉言 我就压个六六顺 好 好 看来 填不住我 不得功 我看是天随人愿 事在人为 对 对 事在人为 是啊 要是都能像你我兄弟这样同心协力 那就好了 嗯 日军攻占滕县以后 以尽全力向我徐州进犯 根据上海和有关方面的可靠情报 敌第十师团师团长 击鼓连届 决心不等南县与东县日军的侧影 企图一局拿下徐州 夺取打通金浦县的头功 白庄为金浦县和台围公路的交汇点 和运河之咽喉 是徐州北面的要害门户 日军企图拿下徐州 这里是他必经之地 为了粉碎日军 企图直接拿下徐州的战略企图 苏联中部根据长官司令部的意图 已完成右滴深入 牵制日军的全面部署 因此在台庄一带 雨滴展开决战是势在必行 根据以上敌我双方的态势 李长官决心与第一决此一战 故此 长官部命令 第二集团军孙林仲总司令 命令一部 担任台庄的正面防御 绝不让日军越运河一步 是 第五十九军张自中军长 第三军团 庞敏兴军团长 命令一部沿范庄马庄桃园一线设访 在东北方向掩护台庄 紧紧咬住敌板原师团 是 第十二军孙同轩军长 第五十五军曹福林军长 古良明军长 命令你们在金浦路上 以进攻手段断敌交通 侧击敌人 牵制日军的后续部队南下台庄 是 第二十军团 汤恩伯军团长 民令礼部 转移豹渡故山区 带击鼓师团的主力 禁抵台庄一线时 立即前行南下 府地背后 完成对日军的合围 是 第四十一军 孙震军长 及其余各部 沿运河一线不防 带汤军团断敌推路之后 六十军作为预备队正在途中 一举结面 是 是 关于战役部署 我不想多加关照 只想提醒各位 台庄决战 事关全局 我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要发生 如果有人 胆敢以身释法 本司令长官 绝不宽容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廉仲率第三十军军长田振南 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及其各部 在台儿庄沿运河布防 第三十一师驰锋城部 防守台儿庄正面 第三十师张金赵部 防守台儿庄左翼 第二十七师黄桥松部 防守台儿庄右翼 独立四十四旅吴鹏举部 派出一团占领运河上游桥头堡阵地 另一团为集团军预备队 祖司令 我准备把师的主力全部放进庄内部罚 这样保险一点 不 庄内先放一个团 这怕不行吧 万一敌人包围了庄子 增援部队进不去 就坏了大事了 不行 咱们不能忘了娘子官战役的教训 日本人的炮火厉害得很 巴掌大的庄子 你把那么多部队投进去 人家一顿炮弹 你就垮了 往后的仗还怎么打 司令 娘子 日本人真鬼 冷不丁的给老子来发榴弹 货姐 谁要是爱上这么一发榴弹 可就中了头彩了 这个运河扶桥是我们唯一的退路 你要牢牢的给我看住 是 1938年3月19日 三十一师主动出击 派出大队人马沿台早公路南进 向驿城方向搜索 以骑兵连为先锋 183团跟进 骑兵连与日军在康庄展开遭遇战 边打边撤 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 快撤 撤 撤 快 快 快 很好 来过旅团长 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要他们的指挥官来见我 是 市团长 据说我们面前的对手 是支纳军的一张王牌 指挥官的名字叫汤恩博 他是大日本帝国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很好 那我更要全力击败这个对手 从精神上 彻底摧毁支纳军 报告市团长阁下 装甲突击群正在向进攻出发地狱集结 大民出发 我军炮火延伸射击十分钟后 你们的装甲部队立即投入冲击 这回官阁下 如果你能允许我代替你 率领装甲部队进行冲击 我将十分感激 你知道吗 我曾经是一名能干的坦克手 我是嫉妒你将获得一枚大日本方军的勋章的 市团长阁下 你应该指挥的是整个市团 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谢谢 隔下不要笑 ?! 我们ría!!! 请你记住 我的一句格言 歓声 我们的战车里带上 亿虚忍射 第一人的神训 1938年3月23日 日军击鼓连 sinfulяни一次团 组织强大火力 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 两千多名步兵绕过南落的王玉兵团 经刘家胡向台儿庄大举进攻 老总 鬼子的传单 窝囊 实在是窝囊 我看不打破敌人的空中优势 这个仗没法打下去了 我的老总 人家在天上 咱们在地下 干朝起没法 没法 天上打不了 咱就在地上干 德工 根据战场侦查 日军的前线机场在这儿 大闻口附近 好 孙连仲这个主意好 嗯 马上电令孙同轩军长 派部队 彻底摧毁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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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27日夜 孙童宣布隐蔽前进 成功的摧毁了日军大问口机场 报告市长 北战告急 好 命令三营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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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 雪 快走 我准备你 站住 抬的什么人 报告长官 这是我们营长 你们营还剩多少人 全营 你们营长 都在这儿 报告市长 火车站地下室 发现一批囚犯 你们听着 外的正在打仗 你们过去的那些事打现在起一笔勾销了 谁愿意跟我持锋城打鬼子的 给我站出来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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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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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公主 公主 作曲 刘词和天宗 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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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天哪 一 二 天哪 二 有一 天哪 一 二 天哪 一 二、三 二 天不 快点 快快快 偷尘 打 打 孙老总 我这局面够吃紧的 敌人已经突破北门 清真寺 对 二爷也联系不上 孙老总 我求求你 快给我们派冤兵来吧 什么 顶住 孙老总 我求求你让我们先撤下去吧 什么 你想撤退 那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我提着脑袋去见李长官 孙老总 让我们撤到运河南岸喘口气吧 住嘴 绝对不行 应该是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帝尔庄 帝尔庄团长阁下 帝尔庄已被我军占领 大日本帝国的国旗 正在被门上空高高飘扬 请听士兵们的欢呼声 顾兵第十连队战斗降报 本日我军官兵阵亡六十六人 殲灭支纳军二百五十人 官支纳军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 其绝死勇战之气概令人震惊 敌方守军顽强抵抗直至全部阵亡 肚脐壮烈虽为敌人 以为之感叹 曾是翻译劝其投降 应者绝无 看来诗山血河绝非我日本军人所独有 此报昭和十三年四月二日 你们游西望北横着望里达 首先要切断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 然后把坦克放进来收拾 然后把坦克放进来收拾 嗯 guessing 嗯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却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失手 当我们向前走 别退后 用我们的血和肉 要砍掉那敌人的头 吸引到最后关头 吸引到最后关头 我非常感到的 就不停 我们的血和肉 我只是不停 我只是想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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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太累了 我只是想不停 我只是想不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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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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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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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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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安 林安 敌人的进攻被我们打退了 再过三十分钟 咱们援军就要打响了 告诉弟兄们 打完仗 那我请大家喝酒 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 可援军要无音讯 我们已经固守了七天了 昨天晚上我派一个团增援庄内 今早撤下来 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李长官 请你看在你我弟兄们的面子上 让我们暂时撤到运河南岸 给我们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 我们全体弟兄赶您的大恩大德了 法鲁兄 现在撤离阵地 阵亡将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 你把预备队全都用上 务必坚持到后天佛侨 仗大到这个份上 哪还有预备队 他将将士的鲜血岂不是余 我我你 habían第一按着一按钵 我说了 你把星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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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有勇夫 我现在悬赏十万大洋 你把后方凡是能拿枪的人全都集合起来 组成干死队 谁敢临阵退却 杀无赦 好好 我服从命令 直到整个集团军凭个金光拉倒 报告 总司令 官兵们说部队伤亡太大 那是要把部队撤下来 敢 谁敢 混账 传我的命令 党兵都打光了 军官们填进去 大家都填光了 老子就来填 继续 《快甩托》 《快甩托》 《会出声》 帝兄们 日本人吹牛皮 说他们全部占领了台儿庄 这是胡说八道 我们的人还固守着台儿庄 现在我命令你们跑步增援庄内 这些大洋都是赏给你们的 弟兄们 今天是我们创造光荣的良机 也是生死的最后关头 我们要发挥在娘子官 见面日军七十七连对之伪计 本总司令以成人之决心 斥以台儿庄共存亡 从今天起 全军之行连作法 以速军纪 不死在阵前 就死于军阀 前进着中赏 后退着沙头 除了衬 就不过 这是终于是牧群 最后退出 将军 看起来 我终于是在我这边 没能力 让我们都要 我终于是工夫 留着这点钱 等抗战胜利了 别忘了 给咱们立块杯就行了 杀皮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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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右钻 跑步走 快 跟上 走走快点 快 서 怎么 走 好 我马上报告市长 市长 1823团营长张静波 作战扶伤以后 带领这股弟兄擅自脱离战场 王宇斌团长请示处置办法 你良的 王宇斌吗 王宇斌 王宇斌 我是持狂城 你马上派人把张静波给我压到师部来 少他们啰嗦 什么 只要这小才没断气 就是抬 你给我抬来 市长 眼下咱们把血本都快拼光了 可盼来盼去 连援军的影子也没有盼到 现在官兵们 人心涣散 军心动摇 台庄这个局面 还怎么撑下去 我们再来盼去 我们再来盼去 好 好 这个仗打成这个样子 咱们不死在阵前也得死于军阀 我老吃喝出去了 通知工兵连 立即炸掉运河浮桥 市长 炸掉浮桥 我们的屋后门可退了 对 我就是要破釜沉舟 决一死战 那你处理不死 我好 那你处理不死 你处理不死 决一死 决一死 我去看你 弟兄们 台日庄是我们的光荣之地 也是我们的坟墓 今天当着关地的面 咱们干了这碗酒 这碗酒 弟兄们 我老实想来不说瞎话 实话告诉大家 现在台儿庄已经被鬼子占了大半 不能再退了 再退长官饶不过咱们 这王的弟兄们也闭不上眼 可是竟有那么一个人 还是个堂堂的少校营长 他狗胆包天 竟敢率领一支队伍擅自脱离战场 不错 这小子苦战了几天全神挂彩 可他流血他负伤 难道就是往回跑的理由 作为军人 有时死也要往前倒 今天我要杀了此人以正军阀 背下来 张景波 你跟我戎马多年 情同手足 可军法无情 有什么话 你尽管说 我不服 不服 你支持掌不是没长眼 看不见弟兄们都快拼过了吗 我认为军迟迟不到 市长 我跟你这么多年 怕死过吗 我是为了咱们西北军 为了咱们西北军留点种子 兄弟 你 你的心思 我懂 可在这个结构眼上 你擅自脱离战场 阵地都让日本人站去了 你还留什么种子 哎 今天我要亲自率领赶死队 把你丢失的阵地 再从鬼子手里夺回来 你懂吗 这行 站住 站住 看你还是条硬汉子 赏你个全尸吧 谢谢师长 谢谢师长 师长 我服了 下辈子我还跟着你 是谁 师长 张医长只剩下了半条命了 你就 饶了他吧 市长 您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吧 我当兵的掉泪 没出息 起来 帝兄们 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赶死队 打斗 打斗 了 即可 还 滅 城 èn 报告 长官 李平先总司令来电 京浦县南段日军田俊六正在调整部署 即将发动新的攻势 孙栋轩军长报告 京浦路北线之敌已完成兵力集结 将在近期南下增援进攻台庄的日军 张自忠军长报告 林一方面的日军板原师团屡次受挫后 已改变部署 企图绕过我军阵地 侧击汤恩伯军团 孙连仲总司令集电 到今天上午为止 台庄我军阵地 已被敌人占领了四分之三 徐参谋长亲赴前线独战之前 让我再三禀告李长官 局势存亡绝续 胜败在此一时 如果汤恩伯军团 再不从敌人背后发起总攻 整个战局不堪设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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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待是军团主力出击的时候了 我们背后已经发现了日军 现在出击 一旦暴露了军团主力位置 我们完蛋 台儿庄也保不住 军团长 千军一发之际 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不要再说了 我绝不会拿军团主力去冒这个险 我是军团长 要对整个军团负责 军团长 我请求五十二军单独出击 如果出击失败 我关联证 向蒋委员长请罪 军团长 太过分了 介绍处长 情况怎么样 二十军团还没回电 立即催促汤军团 马上回电 我们已经催促好几次了 无能 回电 离告李长官 我二十军团策后已经发现日军 目前出击 时机不到 塞电台安博部 要他 必须四月六日佛小前 以军团主力 向台尔庄之敌背后发起总攻 军令如山军法无情 如不从命一无战机 当以抗命之罪严惩不殆 定告李长官 第二十军团遵命出击 定于六日与友军会合 军将台尔庄之敌击 击溃 如不成功 沾等军令 报告军队长 尾坐监狱 怎么说 奋勉突攻 揭灭完敌 传我的命令 文林征五十二军所部 第二十郑栋国 第二十五师 张耀明 第八十五军 王仲连所部 第四师 陈大庆 第八十九师 张雪忠 第十三军所部 和一百一师师 张真部 立即按军团指令火缩南下 禁敌台尔庄 1938年4月6日 康恩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严令下 率部从日军侧后发起攻击 与抵阁阳楼地区重创日军版本旅团 随后禁敌台尔庄外围 与此同时 台尔庄一线守军展开全线反击 日军几股师团主力撤退不及 陷入重围 剧场 走 直接走 最後の決戦だ や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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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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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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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陛下万歳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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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毙日囚芙蓉真平大佐 伊藤敏雄奥古琴部队长 金田姓洪公川洗衣 世村满少佐 吉商安永中川部队长 目前日军残部已逃至一线 至此台儿庄会战已完成我军全胜之局 警告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 明日与此отри 中文字幕志愿者 nos